个人主页设计 打开素材图像 复制背景图层 得到背景副本图层 将其图层混合模式 设置为 线性加深 执行 滤镜 渲染 光照效果命令 弹出光照效果对话框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得到的图像效果 打开素材图像 选择工具箱中的 模棒工具 在背景处单击 按住Shift键 继续单击 按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I将选区返选 选择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将其拖至主文档中 按快捷键 Ctrl加T 调出自由变换框 调整图像 得到的图像效果 复制图层1 复制图层1 选拖工具箱中的 模棒工具 在背景处 在背景处单击 按住Shift键 继续单击 按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I将选区返选 选拖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将其拖至主文档中 生成图层2 按快捷键Ctrl加T 调出自由变换框 调整图像大小 得到的图像效果 复制图层2两次 得到图层2 副本图层和图层2 副本2图层 按快捷键Ctrl加T 调出自由变换框 调整图像 得到的图像效果 打开素材图像 用同样的方法 将图像绘制选区 将其添加到 文档中 生成图层3 调整图像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 打开素材图像 复制背景图层 得到背景副本图层 添加四阶调整图层 设置参数 选择工具箱中的 模棒工具 在白色背景处 单击 按住Shave键 继续单击 按快捷键 Ctrl加Shave加I 将反曲选 反选 选择背景图层 按快捷键 Ctrl-C 复制 返回到原文档中 按Ctrl-V 粘贴 生成图层4 按快捷键 Ctrl-T 调出自由变换框 调整图像 得到的图像效果 执行 滤镜 锐化 USM锐化 USM锐化 命令 弹出 USM锐化 对话框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得到的图像效果 未图层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工具箱中的磨棒工具 在图像中选取 将前景色 设置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新键图层5 按快捷键 Alt加Delete 填充前景色 按快捷键Ctrl加D 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其他四个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工具箱中的 横排文字工具 在图像中输入文字 选中 互动文字图层 和图层4之间的 所有图层 按快捷键 按快捷键Ctrl加G 将其编组得到阻异 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选框工具 在图像中 在图像中绘制选区 设置前景色 新键 加加D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为其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复制图层6三次 得到副本图层 选择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将其移置合选择 选择组1 将组1展开 选择图层4 选择工具箱中的 橡皮擦工具 将多余的部分进行删除 得到的图像效果 打开素材图像 选择工具箱中的 模棒工具 在背景处单击 按Shift键 继续单击 按快捷键 Ctrl加Shift加I 将选区返选 执行 选择 修改 收缩命令 弹出收缩选区对话框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选择工具箱中的 移动工具 将选区内的图像拖至主文档中 生成图层7 将其置于顶层 按快捷键 按快捷键 Ctrl加T 调出自由变换框 调整图像的大小 小于位置 按D 恢复默认的前景色和背景色 新建图层8 将其移置图层7下方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在图像中绘制 执行 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命令 弹出高丝模糊对话框 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 单击确定按钮 得到的图像效果 新建图层9 将其置于顶层 选择工具箱中的 矩形选框工具 绘制选区 绘制完毕后 填充白色 按快捷键 Ctrl加D 取消选区 选择工具箱中的 矩形选框工具 在图像中绘制 矩形选框 填充黑色 按快捷键 Ctrl加D 取消选区 得到的图像效果 选择工具箱中的 移动工具 打开素材图像 将其拖至主文档中 按快捷键 Ctrl加D 调整图像大小于位置 添加图层 添加图层蒙版后 得到的图像效果 同时选中 图层9和图层10两个图层 另接图层 按快捷键 按快捷键 Ctrl加D 调出自由变换框 按住Ctrl键 拖动控制点 对图像 对图像进行调整 得到的图像效果 为图层9添加图层样式 得到的图像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 制作其他照片 得到图层11和图层12 为图像添加点缀元素 最终得到的图像效果 个人主页设计 操作完毕